阶段17-20组第一场 1-12组第二场的比赛 下面为大家介绍 本场比赛裁判员及运动员 二号台裁判员王景一 运动员李小鹏 黄紫义 三号台裁判员刘法恒 运动员莲成龙 张鸿心 五号台裁判员刘雨 运动员郑国何华健 六号台裁判员侯云博 运动员李海松孔文浩 八号台裁判员张义 运动员王培金孔德经 九号台裁判员李勇 运动员王晓鸥 李建国 十号台裁判员温 运动员判员 运动员马法宇 王震 十一号台裁判员冯亚奇 运动员樊智 运动员樊智松 王春燕 十二号台裁判员魏思 运动员吴震雨李翔 十三号台裁判员 十三号台裁判员张千燃 运动员丁文帅 冯向珍 十四号台裁判员陈超强 运动员王思哲 冯辽畅 十五号台裁判员梅可超 运动员陈凯 冯洪博 十六号台裁判员张义 运动员齐乳波 刘书霞 十七号台裁判员杜桓玉 运动员运动员资冰冰 管正 十八号台裁判员徐景言 运动员雷伟 康传章 TV台裁判员温馨 记录裁判员秦一 庞杰 运动员于海涛 同路 现在比赛开始 运动员 运动员 同路你好 从双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 预备 三二一 开始 同路获得开球选择权 欢迎大家收看由合泽市星耀台球俱乐部主办 前往到乔石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承办的2022乔石碑 中世台球大使在甲级分战赛山东合泽站 继续还是勇哥张庆勇陪您一起看球 再次鸣谢北京 北京优泽智联 秦王岛爱宝科技 百套台球学院 江苏延城 以及秦王岛桥市体育器材 还有GOY桥市 中世台球桌 LP球杆 野豹球杆 威力球杆 奥秘台球杆 波磁杆 英国 试创6811台尼 比利时亚勒美台球 LINEBOX 施 伯甘河 塞克斯 翘粉 小麦皮涛 镇红交变 蹭个够商城 优责 智能 球方系统 以及9万 急球器 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有看点 画面左边 于海涛 右边 同路 于海涛 咱们的总决赛冠军 同路呢 也是近两年 在这个网络上 还算是小有名气的 一位网红 打球来节奏非常快 曾经参加过咱们的 大日赛分担赛 上过TV台 那次比赛呢 也没有走特别远 看这一次 可不可以 把这个名次往前进一进 本场裁判的主裁温馨 比赛开始 第一局同路开球 上来 左边中带进 同路这位球员呢 是一位啊 就是比小用 喜欢用一些啊 酷炫 干法的一位球员 而且会经常打一些 稍稍难一点的啊 这个多酷啊 很酷炫的 进球 好的 上来 来了一杆 中带 低竿回来 左边K进一颗 然后右下方 保进之后呢 左边这个位置 10号球角度 稍微有点大 好 来看14 右上 先打的话 就低竿一点啊 左下方还可以交到10 表演了一杆借力 适合 打一撞 撞进之后 翻中带 10号球 这节奏也非常快啊 搭起来很潇洒 有一点点这个 于龙海啊 或者是 王云 张冠鹏这种感觉啊 也属于说打顺乱的情况下 这个手感好准度高 一波流 这种球员 而他的对手 岳海涛呢 稍稍的要稳一点啊 打起来很善于思考 而且是一位 任性非常强的球员 强行发力 蹬了一杆 左上没有打进 看左下方 漏了一点点带口呢 十四可以吃库借荒一利 然后十号球中带够 用中杆蹬下来 十号叫左中 借力 打得不好 有点手软 这个球啊 这个不是他的秋风 这个球 如果按他的风格打 中杆蹬下来 黄一吃库借力 就很自然的叫中带了啊 力量上也能给得出去 约涛四号球 底带 下低杆可以顶红三 把裤边球K出来 小心左边白球 低杆不够啊 所以说顶红三顶六点薄 翻中 轻打再防一杆 左边十四没有 左上方 直接打的话不太好打 要不要去翻底接杆立 对 翻底 看看左边这个位置 如果想借十四号绿啊 红三这边还是算稍微合适的一颗球 二号离得有点近 角度上 嗯 差了一些 那现在要打红三 好 推顶 继续 十号给你归到库边 然后看这个位置 这块球借力啊 也同样啊 想单独借的话 要非常薄 不然就是打左边带角 然后弹到十四的左边 然后弹到十四的左边 再推下来一个 继续防你 不过这个二球还是啊 十号球能看得到 左赛轻轻一勾 这时候就是迫使你把二号球打走 看月桃想法啊 从上往下翻底接力还有 完全控制白球的话 这个白球可以自然的打二号球的薄边啊 称到画面的左上方 嗯 换球啊 直接六号 左边接力啊 还不能太轻 要把十四号借走 嗯 帮球 一川十四 轻轻弹起 五号继续做斯诺克 诶 没挡住 那这根球看看铜锣啊 勾左上角 打缝隙里啊 勾左上 翻中的话 感觉五号球还是挡了一部分 来 看他选择啊 左中 左上 好 左上进 诶 白球 犯规 诶 他自己也乐了啊 不知道 他自己也乐了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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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过来 角度 左手合适 顺推下来 继续交移 角度还不错 下踢杆直接 蹬底裤向上 第一局 余海涛胜 比分1比0 谢谢 谢谢 第二局 余海涛看球 整个第一阶段 全部都是抢九的比赛 限时100分钟的双败淘汰 在今天这两场比赛里边 输掉一场球的球员 是不会被淘汰的 只有进入到败步 输掉总共两场的 才会被淘汰 所以喜欢这二位球员的球迷 你们的喜欢球员 今天这场比赛不管 所以输掉比赛都不会被淘汰 十秒 延时 好 下方 选花色 十三左边也有像 轻开 效果不错 轻轻打进 挂一些左侧的旋转 弹起 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多 最快球 左上方还能薄 好球 看两口过来 位置是还不错 干法可以稍微低一些打中带 但就往下走的短一点 太太考虑好暴停 暴停的话 这个球中低干 蹬底后直接再上去 主要就是避开六号 没敢打 收力了 所以说这个低干效果出的很不明显 向下的分离角度就往右边多 跳进 上方有这个位置 左下角右下角都够薄 都是非常非常薄的球 即将再达到 究竟收取 dele 过得 我们真的达到 领红 我们所有的球 都是冠军 Matt 这个8号球比这个还要再往下 第三局同路开球 两边 没有球进 开球试机 开球试机啊 上方来看一下 两颗过 红三三颗过 没球进啊 三球过线 稍等 继续记得 右边啊 下方打几颗花色 好 好 准度确实 袁野涛也是我们中式台球里面 一位非常准的一位左手球员 曾经在一些比赛里面 打的对手都是非常的称赞 尤其跟准神郑义博的一些比赛 在DK 还有的打 角度稍稍的有点大 看看这段交位 横向向左白球轻轻一点 中带角度大 来看看选线路啊 可以绕三裤走正常的一个一五缝隙啊 从左向右上 叫13号的左边中带啊 这边就是出杆这个位置小心 四号球会有些影响 对 需要立杆尾 灯杆 这个就很难打 10秒 延时 对 还是要边裤底裤左边啊 三裤 走了一个直接的滴杆 又来了个运气球啊 有意思啊 这活儿本来都应该是同路干的活儿啊 游矮涛帮他把活儿干了 确实啊 这同路打的 有些球就是会很酷炫啊 保护器 翻带呀扎干啊 跳球 左上没打劲 同路来机会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红三 左上方 哎 角度是向下的 这里边关键难度就是六号啊 哎 直接下来 交到这儿 左边继续 四五 打五勾黄一 好的勾到 白球上来 嗯 可以继续的 从下方再走 换球 黄一 有上方 推下 左钓中带 左钓中带 好 好 第三钓 余海涛剩 比分三比两 谢谢 好 里度高粱 一三零八 一滴澎湃 八百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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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 鱼海涛开球 非常非常标准的一杆开球 我来看 第二排 两中 上方 两底 过线进球 过线进球这种呢 一颗球可以盯两颗球 那看看选球吧 右边有黄衣中带 然后二号这边可以考虑打左边底带的时候呢 把15跟红三这边敲一下 打滑色上手直接打12向上一勾 15这边漏球 够打 那效果还不错 在近两年比赛解说里面给大家去聊过这个话题 在我们摆球纸的这种情况下 常规的 常见的有哪些球可以进 扎的比较正的时候 第二排球 两侧中带 最下边的一排球的 最边上一颗 靠里的倒是第二颗 两侧可以弹底裤进上方到两个底带 10秒 然后就是稍稍的难度一点点 就是绕圈 我们两侧底带的这个 两个顶角的球 最下方 从底裤边裤还有顶裤 另外一个边裤可以绕一个四裤下来 进它左边或者右边的底带 这三种球里边 中带的第二排进球是最常见的 也是球员比较好掌控的 来看看9号跟14 不好往下降 就往前推一点点校正 然后呢 14往前下方一个灯杆 可以把它调中带 还是要看角度 选择干法 左下 角度大 需要去推一口气 好准度 好准度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第五局同路开枪 这杆还可以 右边有球技 来看一下 9号 15 好的 直接1号 那杆关进 好的 5号 轻轻一点 4号球 低杆一点 7号反向中带 这个方向 如果不好推出来 就低杆一点 再打左上方那颗 把2号的中带变成底带 这两个 这是没办法了 继续薄 两库弹起 反正 这个球又吊带 再次给到了悦涛机会 角度还是稍微有点大 不成就推弹一呼气 直接奔着12的右下跟11的左中轿 好 调到中带 角度合适推过来 13可以打右边的中带 这样的话就来回打两个中带下来 打12号的一个底带就可以了 走多 走多变成一个右上角 球也可以打 13不难 打12就是更保险一点 下低杆直接横上去 要推 小心6号 没碰到 力量怎么样 有些过头 下低杆了 横向要敲黑8 第五局 余海涛圣 不少努比良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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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光学和中学台超 我是裁判王忠耀 工作时严谨 公正是我的态度 打球时我使用赛克斯巧克分 轻松应对各种加赛难题 加赛专用赛克斯巧克分 RX的 brain これ让B-C1一会儿 全需要归创休 搬换 сами 我们end turke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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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